2024年6月2日,选美新闻APP下载量第一的,是中国产的Newsbreak APP。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成功背后的故事。 Newsbreak并不是一家新锐公司,它成立于2015年。 由一点资讯的创始团队郑朝辉和任旭杨打造,与一点资讯不同。 Newsbreak更加注重美国本地资讯和算法驱动。 从成立初期,Newsbreak就瞄准了美国的本地新闻市场。 这个细分市场一直没有被充分利用。 凭借成熟的模式和强大的算法,Newsbreak迅速在美国市场站稳了脚跟。 Newsbreak在2019年就实现了盈利,这也使得它获得了来自网易、IDG和真格基金的投资支持。 如今,它已经拥有超过1200万的日活跃用户。 下载排名多次登顶美国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下载总榜。 Newsbreak的成功还得益于其在技术上的不断创新。 它通过AI技术抓取、识别和重写本地新闻源。 尽管早期曾遇到一些问题和争议,但这种技术驱动的模式最终赢得了用户的认可。 特别是在GPT四大模型变革前夜,Newsbreak已经展示了其巨大的潜力。 当然,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,Newsbreak也面临着一些挑战。 但正如郑朝辉所说,地方新闻的重要性在美国市场上有着巨大的需求。 这种需求为Newsbreak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 Newsbreak的成功不仅展示了中国开发者在技术和市场上的强大实力, 也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。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故事在全球市场上大放异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